晚安 这些全球现场我们持续带你来聚焦这个最新的画面 这是以黎德紧张局势不断的升高 那现在以色列也对黎巴嫩南部来进行另外一波的轰炸 而中国大陆第22的这个黎巴嫩维和部队呢 在9月19号就是上个月的时候 他们说自己遭到了多枚火箭弹的攻击 当地的办公室还有建筑物也发生了爆炸 造成部分的基础建设都受损了 营区外头冒出了浓浓的黑烟 办公室也受到震波的影响 陈列柜的玻璃碎了满地 11点多的时候 一枚火箭弹掉入了我们营区并发生了爆炸 直到情况解除后 我们走出营区 指挥长带着我们爆炸物处理小组到达了现场 发现了爆炸点 在爆炸的地方造成了我们这个水管的破裂 现场还留有这个爆炸的破片和火箭发动机 大陆方面就表示发生爆炸之后 维和部队的官兵第一时间进入到掩体躲避 所幸没有人受伤 据传整起爆炸事件很有可能是以色列国防军要刻意示威 大陆国防部先前就回应说 坚决反对任何攻击维和人员的行为 并且要求对整起事件要进行彻底的调查 好 其实美国现在也很担心的是中东局势紧张 那持续有可能会变成美国总统大选的另外一个变数 毕竟大家很关注的就是两党未来对于以色列 还有这个中东局势的一些新的外交上的政策 美军现在决定要出手了 五角大厦在15号就表示 美军已经开始在以色列这边部署 萨德反导系统 那现在呢有包括150名的美军先前部队 还有萨德炮组所需要的首批组件 都已经运底到了以色列 五角大厦的发言人赖德并且表示说 这是凸显了美国对保卫以色列和保护 在以色列的美国人免受到 伊朗的弹道导弹袭击的承诺 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在第一时间 他也亲自到这个萨德系统运底的地方去视察 甚至过程当中也跟美军来自拍 显然是非常满意美国的支援 美军的萨德防御系统可以说是美军最强大的 反导武器之一可以拦截在大气层外头飞行 150到200公里范围的短程还有中程弹道导弹 好 除了这个萨德系统现在已经运底到以色列之外呢 美军现在也首度出动了B-2轰炸机 好 这一会这个B-2轰炸机 它不是只有部署在当地有威者的效果而已 它是真的有所行动 这会空袭的是夜门 主要是要打击夜门青年运动组织 以及他们的地下武器的储存点 美国副部长奥斯汀他就强调 这是在拜登总统的受益之下进行的打击行动 目标是要削弱夜门青年运动组织的能力 好 他进一步的指控说 伊朗支持的青年运动组织 在过去的一年多来 非法攻击穿越到鸿海还有曼德海峡 跟雅丁湾的美国 以及国际的船只 也因此美方认为 现在这个打击行动是有所必要的 好 但现在随着和谈的希望逐渐渺茫 联合国安理会就针对了尾巴问题 再次召开了紧急会议 对此中国大陆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 就批评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 对加萨的军事行动 而且当地的状况持续恶化 以色列的炮弹引发大火 竟然有巴勒斯坦流离失所的平民 在火海中被活活烧死 同样是人为什么生在加沙 就要承受这样的苦难 两百万人在死亡线上 挣扎了一年多 到底还要多久才能盼来 活下去的希望 傅聪他是批评以色列 不断袭击轰炸加萨的一些学校 还有医院 全面切断了加萨北部的人道物资的供应 而且又一次的强制命令 几十万人紧急疏散 把饥饿作为战争武器 是严重的战争罪行 同时他也呼吁美国 要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 支持安理会 为了实现立即停火 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好 现在以色列 在当地时间16号就空袭炸毁了 里巴嫩南部的一个村庄 至少有16个人因此死亡 美联社的记者就在 美国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头 他就询问这个发言人说 以色列为什么要针对平民 还有平民的建筑目标 来发动轰炸呢 但是国务院发言人的回应却是 他不清楚到底为什么 以色列要炸毁整个村庄 最后在记者的逼问之下 他甚至说是以 没有官方的声明稿 拒绝再做回应 一起來听他的原话 I guess overnight of Israel blowing up an entire village in southern Lebanon what do you make of that So I've seen the footage I cannot speak to what their intent was or what they were trying to accomplish what their targets were I don't know what they were Obviously we do not want to see entire villages destroyed we don't want to see civilian homes destroyed we don't want to see civilian buildings destroyed we understand that Hezbollah does operate at times from underneath civilian homes inside civilian homes we've seen footage that has emerged over the course of the past two weeks of rockets and other military weapons held in civilian homes so Israel does have a right to go after those legitimate targets but they need to do so in a way that protects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protects civilians I'm not sure I understand I cannot speak to the what their intent was or what they were trying to accomplish isn't it pretty clear that they what they were what their intent was so whether they had a specific target in mind or not blowing up an entire village that seems to be pretty self so I don't I don't know what was in those buildings I don't know what was potentially underneath those buildings that's when I say I can't speak to what they were trying to accomplish well have you asked we have been in contact with them about this in this very incident I don't have a report back to share today but we have been in contact with them about this incident okay maybe not a report but what did they say that they say yeah we're looking into it or they say no we did it and we're I don't have a readout I don't have a readout of those conversations all right thank you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以及国防部长奥斯丁 日前以联名信 要求以色列在一个月之内 改善加萨人道情况 否则会影响美国对 以色列的军事援助 不过美国所提供的防空系统 萨德似乎没有受到影响 已经抵达了以色列 社群媒体最新披露影像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亲自迎接美国送敌 以色列的萨德飞弹系统 还和美军拍照合影 另外美国国防部也证实 萨德飞弹已经部分 抵达以色列 协助操作飞弹系统的 100名美军人员 也已经抵达当地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赏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基辅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